据每日电讯报的最新报道称,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拥有足够的弹药来反击哈里王子的攻击,然而出于责任感和克制,戴安娜王妃的前管家保罗伯勒尔声称,威廉一直没有对妻子凯特、米德尔顿被哈里王子间接讽刺进行辩护。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但他表示,威廉对于哈里王子的回忆录,备胎和采访对凯特的伤害感到非常痛心。 保罗伯勒尔解释说,威廉感到受伤,因为他的妻子受到了批评,而他是无可挑剔的,他从未犯过错误。 他继续说道,因为是的,他可以与兄弟吵架并打破一个狗碗,这就是男孩们的做法,粗暴而激烈。 但是不要批评凯特,哈里王子完全明白威廉无法公开为凯特辩护,然而他仍然继续进行含沙摄影的讽刺。 他认为这造成了一种不平衡,威廉被迫默默忍受对他无可指责的妻子的批评。 威廉没有发声来支持他的妻子,哈里王子知道这一点,所以这种对凯特的尖锐批评无法被捍卫。 因此,他作为一种真相悬而未决。 然而,尽管正当的愤怒,保罗伯勒尔认为威廉的责任感使他保持冷静,不会因愤怒而反击。 他暗示威廉掌握着更多关于哈里王子的黑量,但他选择保持战略,而不是降低自己的水平。 还有更多的弹药可以对王室进行攻击。 因为我们面对的事实是,梅根还没有写书,他的观点和他的真相,我们还得等待。 相比之下,保罗伯勒尔认为哈里王子不理解辞去王室职责后失去军衔的必要性。 他认为哈里王子仍然对他为期十年的军队服务所带来的深刻损失感到悲伤。 哈里王子悼念他与军队的联系,他的军装,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国家服务,而现在这一切都被夺走了。 他并没有完全理解。 作为哈里王子以供母亲戴安娜的亲密朋友,保罗伯勒尔认为任何迅速的和解都已经过了头。 随着指责的互相抛制和关系的破裂,需要时间来修复。 问题是,一旦话说出口就无法收回,人们会受到伤害。 我认为还有更多的弹药可以对王室进行攻击。 因为我们面对的事实是,梅根还没有写书,他的观点和他的真相,我们还得等待。 与此同时,威廉专注于责任,而不是报复。 他明白自己的回应将为君主制的未来设定基调。 争吵只会玷污王室的尊严,正中哈里王子的下怀。 威廉很明白自己担任未来国王的角色,因此保持克制。 他理解报复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加深与哈里王子的裂痕。 他小心翼翼地行动,保持对最终和解的希望。 威廉很可能对自己身陷困境的弟弟怀有极大的同情。 采取激烈行动只会进一步孤立哈里王子,而不是修复这道裂痕。 他谨慎地行事,以保持最终和解的希望。 所以,威廉继续前行,保持冷静,并承担未来国王的责任, 尽管受到严重挑衅。 他的克制显示出极高的智慧和对长期后果的关注。 与其加剧争端,他专注于展示稳定和团结, 以安抚英国公众在王室混乱中的心理。 他们期望未来君主展现出成熟的领导力, 而不是爆发性的情绪。 威廉也明白自己拥有更强大的地位, 因为哈里王子放弃了他的皇家平台。 在面对攻击时,沉默坚定地凸显了哈里王子冲动的对比。 总的来说,保罗伯勒尔描绘威廉是哈里王子攻击的可怜受害者, 受到责任感的约束而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回应。 但他暗示威廉依然保护性,并且具有更清晰的长远战略。 威廉选择玩长远的游戏, 他对待哈里王子的攻击只能证明, 他准备像伊丽莎白女王一样带着庄严的优雅统治。 他明白真正的权利不在于报复,而在于超越争吵。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英国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是走向离婚还是只是经历成长的痛苦? 在无休止的天堂疑云中,这是每个人心中的疑问。 最近的紧张局势对于一对正在应对重大转变的夫妻来说是正常的。 哈里王子和梅根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伴侣关系, 现在他们专注于在成为一个高调的二人组之外找到自己的身份。 据内部人士透露,如果你把一对夫妻一起介绍给世界, 世界知道他们是一对, 然后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需要找到自己的项目和身份的情况中, 就会引起很多猜测。 换句话说,他们追求独立事业的探索正激发了流言蜚语, 即使离婚并不是真正可能发生的事情。 消息人士表示,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仍然完全支持彼此的概念和想法。 然而,他们承认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兴趣分歧意味着他们彼此不同, 并且有着不同的含义。 随着他们在肯心顿弓的束缚之外为自己的生活制定新计划, 他们之间的疏远是不可避免的。 这位内部人士将分手传闻视为过分炒作正常的转变, 并说,每个人都明白他们不会停滞不前。 这种观点为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分开的传闻提供了常常在闹剧轰动中丧失的背景。 哈里王子和梅根的情况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迫使他们塑造全新的公众形象。 他们放下了王室角色、头衔和家庭纽带, 他们仍在努力重新定义自己。 他们现在面临与任何夫妻一样的挑战, 即在个人成长和维持婚姻之间取得平衡。 他们不同的追求和增加的单独旅行代表了成长的痛苦, 而不是无法弥合的裂痕。 他们只是在新的国家中作为追求独立目标的伴侣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然而,关于梅根优先考虑事业, 哈里王子写下一本告白书, 梅根摘掉戒指等的猜测仍然存在。 尽管有着像Netflix合约这样的里程碑, 但像珍珠取消这样的挫折也引发了人们的疑虑。 此外,在哈里王子和梅根与王室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 国王查尔斯三世对梅根、马克尔怀有蓄积的怨恨, 这种怨恨几乎可以明显感受到。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在加州艰难的过渡, 只是暴露了他们与温莎夫妇之间的鸿沟, 因为双方的怨恨在不断恶化。 查尔斯对这位外来者公爵夫人的冷淡态度, 甚至在去年9月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上, 这对夫妇被当作贱民对待。 尽管哈里王子和梅根对自己后王室时代的命运表示乐观, 积怨仍决定着他们与王室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 哈里王子的回忆录与他和梅根·马克尔在Netflix上的电视剧 等最近的挑衅行为只会加剧这种激烈的争执。 在大谈特谈彼此的亲密关系, 滔滔不绝地把他们比喻成缠绕在一起的棕榈树和盐湖浇灌之后。 现实开始出现了, 道路上的坎坷并不能掩盖蒙特西托流亡者 与大西洋对岸愤懑不平的王室之间的深刻分歧。 具体来说, 查尔斯描绘成对她的对抗性儿媳怀有强烈的个人怨恨。 尽管梅根多年前就离开了现场, 但她长期流传的怨恨仍然在表面下酝酿。 对查尔斯来说, 梅根两极分化的到来引发的愤怒和背叛的感觉一直没有减弱。 几某些高级王室成员, 尤其是查尔斯和威廉, 认为这位分裂的女演员对君主之有害。 据称, 他们认为自我推销的梅根劫持了这个机构, 以提高她的个人生育和社会运动。 查尔斯一直在为梅根操纵她脆弱的小儿子所引发的混乱而烦恼。 梅根在毒害哈里王子和她的家人的同时, 不可原谅地威胁到了查尔斯眼中的王位本身。 虽然梅根住在千里之外, 但她造成的伤害显然仍然刺痛着查尔斯。 查尔斯和这位她认为几乎破坏了王位继承的女人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冷淡。 她强调了某些王室成员对梅根挑战她们的权威和传统的个人仇恨。 他们认为她拒绝接受王室传统的矜持是一种需要遏制的威胁。 如今, 即使身为国王, 查尔斯似乎也怀恨在心, 让和解的希望变得渺茫。 查尔斯显然还在酝酿中, 除非梅根弥补, 否则弥合家庭裂痕似乎不太可能。 但是在这个阶段, 顽固不化的哈里王子表现出一点不愿意为了安抚他愤愤不平的父亲而出卖他的妻子。 除非查尔斯解决了自己对梅根几乎显而易见的怨恨, 否则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与温莎家族的重聚是不可能发生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